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Galaxy Labs加人实验室 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Web3领域的一个有意思的项目 这个算是文版的归类叫DID这个赛道 这个项目叫Project Galaxy 这两天它刚刚宣布 它即将在CoinList进行顾目 我们都知道能在CoinList的顾目的话 项目应该都是不错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那首先我们看这个项目到底是干嘛的 它跟我们之前介绍的RSS3还有Cyber有点类似 因为他们做的呢 我们为什么把它规律到DID 就是因为他们做的都是希望成为未来的 Web3领域的一个用户数据的一个中心 它简单说就是把用户在链上的所有的数据 整合在一起 包括你的NMP以及你的一些使用轨迹等等 但是呢Galaxy它使用它的方法不太一样 它不是直接面向2C 它相当于做了一个类似于我们叫B2B图形的方式 它跟项目方合作 它实际上是目前的最 大家用的最多的它是一个为项目方或者各种社群提供的一个营销 社群营销的服务工具 我们看它在这里面已经跟很多的项目方合作了 包括它自己的B2C Polygon 还有这个羊鲍等等 那么它有一套类似的一个工具 帮助项目方去发行先的NFT或者一些徽章 简单的说项目方通过它的平台发布一些营销的任务 然后你去完成这些任务 最终收集它这些NFT 那这些NFT呢可能会作为未来的项目方使用的一些凭证 比如说他们这一次自己的公募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对于它整个代币的介绍 那首先呢它是在2月17号 正式的新公募 这个代币的名字叫GAL 我们看就是很多在推特上也发出这个名字取得很好 因为跟最近比较大火的谷爱琳 这个冬奥上面的这个一个明星的简称很像 那这个项目呢其实在去年的3月份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发的一篇DIB赛道联报上面 其实也大概记得了个项目 回头我们在评论区放出我们这个链接 这里面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那它这里我们看它已经有了将近20万的链上的用户 支持7个不同的链 已经有跟700个 有700个这个NMP的凭证 120个项目方合作 显得是覆盖到了500万的web3的用户 因为你每一个项目方发出活动之后 你用户都要去这个平台去领取它的NMP 而且这些相应的基础的数据 也聚集在它整个平台当中来 然后再看一下它整个的Token Token有几大用途 首先就是一个governance治理 另外这个会作为它整个类似这种服务的一些支付的费用 现在应该是项目方是免费在使用 可能未来它会提供一些类似的增值服务 现在它对于项目方使用都还是一个申请字 我今天刚刚申请了一下 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些审核 通过之后才可能去使用 然后可能未来它可能会提供一些VIP的服务 你需要去付费 你就需要支付它的相应的Token 另外就是它这里有API的服务 可能它当它数据集在到一定程度之后 它可能作为一个中间键提供给不同的项目使用 那你要调用我的这些数据的话 可能也需要去支付相应的费用 当然这是它整体的介绍了 那整个Token分类它大概发行是两亿枚 两亿枚分得非常细 有6%是为了整个生态服务的 这个是上线之后就开始解锁 然后它这里有一个早期的奖励 2% 这个社区会把它理解为是空头 因为它现在没有去介绍细节 应该会整ColinLeaks的公募完之后 它可能会才进行相应的公投 然后ColinLeaks的就是5% 有1000万枚在公募 另外两个呢 这两个它分的也很细 分成这个第一轮第二轮 这个我们讨论一下感觉应该就是投资机构 这个是4.63% 另外是4.14% 两轮 因为我们看它解锁也是分批解锁的 然后这个顾问合作伙伴6% 市场15% 基金会10% 反对15% 社区20% 总体呢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它其实投资机构也还是比较的豪华 主要是由这个Nudicoin 海外的一个比较知名的投资机构 还有就是Jaden Fly来去领投的 应该是去年吧 我记得就公布了 它总体投资金额都在1000万美金 它这次的公募的 总估值大概在3亿美金 另外呢 然后你去看 它不同的每一个项目方 其实发行不同的相应的NFT 它这一次呢 它其实就类似于拿它自己做了一个案例 它这次的公募呢 它会针对之前参与过它社区活动的 而且领取了它这些活动NFT的用户 有一个优先的百名单机制 我们看这里有很多的这个NFT 我们去点到它这个网站上就看到了 这是它之前发行过的 我们看比如说像这个 比较很好理解 就是当它的推特达到了10万份的时候 那可能你就可以去领取 然后像这个你参加了它的MA 那它就可以领取 我们看这里是它 大概在1月18号的一次 然后我们看这里有1904个NFT被命 那当然因为我没有参与了 所以我就没有了 然后我是之前参与过两个不同项目方的活动 一个是这个羊驼的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 其实我都有点忘记了是什么时候 另外就是一个CyberConnect的 它的一个年终的活动 然后去这是我领取的它的这个NFT 另外呢 其实它的还有一个重点是在这里 其实它现在还没有去使用 就是这个Galaxy ID 那任何的用户你只要在这里固测登录之后 它会根据抓取你这个钱包地址的链上的一些 相当的数据给你打一些标签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我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去有 我们看我有7个Follow 然后我又Follow了8个用户 这个是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里来的 那我们看这里 你看这里就很有意思 这里呢 基本上就是你看这个是 他把我的这个钱包的一些链上的操作 去给我进行的打标签 比如说我这个2021年7月份 我是羊驼的Slaker 因为我之前参与过那个羊驼这个项目的Slaker 我去质押挖矿 然后你看他每个月都给我发了 另外后面还有比如说 你看我这个是就是USD7 就是因为我这是我的钱包的整体的操作 然后DAI我也用过DAI USDC我也用过 我是交易过去买过这个东西 他都给我打上了一些人的标签 然后像AVI我在Polygon上面 我又使用了AVI 我是这个然后UnitSwap的V2 我也参与过流动性的字押 他把我所有的操作都去进行的标签 那这个其实就是DID的这个领域的一个核心 那未来如果现在他现在显示有500万的用户 如果用户量越来越大 这数据越来越多的话 那我们知道其实数据未来是很有价值的 那至少就相当于我这个正好 他给我打了很多的标签 那未来可能会有很多的应用 包括像SUSI 我们还用过SUSI等等 他这个就分的是非常非常细了 总体其实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他目前还是一个2B的服务 而未来他可能还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应用 这个还是很期待的 而且我们看他有这么多的项目方简单的说 他是一个他很聪明的去使用 因为像RSS3包括这个Cyber Connect的这些 他都是完全是2C的 就任何用户使用之后就可以生成个页面 然后大家相互就follow 因为2C的话其实你的营销宣传拓展 用户拓展可能就很慢 那他是通过2B2B2C的方式 他服务于项目方 然后项目给他提供了一个工具 项目方用了这个工具之后 每个项目方假设都有500个用户的话 那你可能你服务于1000个项目方 那你就有50万的用户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 当然另外就是能上Cainless的也是 也是另外一个程度去证明了这个项目的一些实力 好那整个项目大概就这样子了 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 因为整个web站还是处于非常的早期 包括未来到底这个DID这个领域会怎么样 还很难说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相应的风险 对于DID这个赛道有兴趣的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前一段时间 发的这样一个一个赛道的研报 我们把整个DID这个领域大概做了一些分类 我们发现不同领域其实不同的项目 在用它自己的理解去翻了这个 好那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